来看到桃园市环保局招考450名的清洁队员 结果是吸引了4145人来报考 经过第一阶段体能测验呢 有1800人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比试 那么这次的体测 特别加入人脸辨识还有红外线测速仪 全程是公平公开公整 七个赛道的考生奋力扛着沙包冲刺 挑战30公尺折返跑 胜负就在几秒钟 桃园市环保局今年招考450名清洁队员 吸引4145人报名 缺考1023人 倒考率7成5 这次考试最年轻的是16岁 最年长64岁 那每个考生都非常认真的全力充斥 那这次的考试最大的一个亮点 就是我们在针对每一个赛道 我们都有配置所谓的红外线的一个侦测营 那另外我们在考场里面的话 也布设了八台的摄影机 如果考生对他考试的过程有任何的意义 我们随时可以回放整个一个画面 运用科技辅助还有八台摄影机进行现场监控 让体能测验全程公平公正 6月3号4号2天测验结束 1800名考生顺利进入第二阶段比试 今年男子最快速度为10秒63 女子最快速度为12秒10 双双打破历年纪录 竞争相当激烈 那我们预计在6月18号就会进行第二阶段的一个比试 那比试的题目我们在5月3号就已经上网公告了 我也呼吁所有进入第二阶段的1800名的考生 都可以好好利用时间研读我们的考古题 那考古题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从700多题里面选出100题 我们在此预祝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金融提名 体测成绩已经公布在招考网站开放考生查询 后续将通知1800名考生参加6月18号举办的比试 最终体能测验占7成比试占3成 录取名单将在7月3号放保